玉里火车站前的左侧一排有设置计程车司机排班区 这条树中了一排的景观树 每天都会有落叶掉下来 司机们每天都会有人来打扫集中等清洁队收走 不过原本一个星期一次来收到现在都不收了 甚至于回复司机们说这里不是他们的管辖 气得司机们是要求正公所来负责 玉里正公所秘书邓昆明也到场允诺说 一个星期一定会排清洁车固定来清洁落叶 给玉里火车站干净的环境 停放机车格子很清楚可以看到 到处都是枯叶看得出来很久没有打扫了 再往前看一整排的继承车排班区就在这里 司机大哥生气的说 长期下来都是司机们自己打扫 清洁队只前来过收一次 但是最近几周都没有在帮忙 再运落叶了让司机们感到非常困扰 因为火车站是我们玉里的门面 我们的新生我们最主要就是清洁方面 落叶我们每天在扫 扫成一小堆一小堆那个都没有关系 只是载运方面我们真的是 我们毕竟我们还要生活 我们还要做生意嘛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载运这个部分 不才会求助那个真公所 以前他们大概一个礼拜会来清一次 后来是说什么那个环保那个说 整个玉里就只有三个人一台碰碰车而已 说他们一天要清两三条那个街道 所以排不到这边啦 所以我之前有跟镇长反应过 跟他讲一次他就扫一次 讲一次他就扫一次 后来我就没有看到了 然后就没有了就没有做了 也是希望相关单位 可以注重一下我们的环境 日证公所秘书邓昆明也到场语诺说 一周一定会排清洁队车固定来清洁落叶 给玉里车站干净环境 也还给司机们整洁的工作环境 针对这一点呢 公所要在这边呢 跟我们玉里所有的证明 以及司机呢来说声抱歉 公所对这一点的疏忽呢 我们立即的改进 立即的改进 而后呢我们 刚刚司机要求说 是不是能够一个礼拜清一次 我在想我们一个礼拜呢 大概来这边再印两次 司机也答应说会把这个落叶呢 把它扫干净之后集合起来 我们的热车车会及时来载 目前现在我们发现呢 这边机车这边呢 还有一些杂草 虽然这些杂草的长得 可能在围里里面的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割除了 但是在围里以外的 我们马上请我们的队员 明胜兄下午呢 立即把它做一个砍除的动作 砍除完之后 我们会持续让这个地方呢 玉里的门面呢 让它保持的干净 玉里火车站前的左侧一排 有设置计程车司机的排班区 这条路也中了一排的景观树 每天都会有落叶掉下来 司机们每天都也会有人来打扫集中 等清洁队来收走 不过清洁队员回复司机们说 这里不是他们的管辖 记得司机们要求正公所来负责 公所也非常有诚意的道歉 并且也说会立即改善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